中秋節在北九路中法官衛生局占對中秋節應見的外面 和肉實材和四十八點實品進行挑嚴 在到九十三間挑嚴的實材當中 有一間收割 嚴出裡面有不可以輸用的農業 還有一間四焦糖葵瓜子 讓檢查出在米桌橋樑 中秋節在北九路 外面已經拜末外面上應見的中秋節實品 衛生局的啟茶人員也在中秋節進行啟茶 獨立外面以外 還要實在也是這回的啟茶重點 也因為這幾年民眾對食品安全的要求提關 今年中秋節的啟茶委屈日明顯下降 應景的食品的製作的現場進行包括食材相關的生鮮蔬果 還有製作月餅的一些餡料進行雞茶的這個部分 那今年機茶不合格的比率有比往年下降 因為食案的問題 除了業者要去注意之外 其實我們民眾非常的關心 所以我們今年有抽驗了93件 那有兩件是不合格 剛才加強衛生客家一般 衛生局也好有賓獎 國外商品一定要注意產品標示 如果有依律感恩賣賣 我們也在這邊呼籲我們的民眾 對於中秋應節食品的一個選購 除了要注意包裝上的有效旗艦 還有包裝的一些產品的一些標示之外 對於食品的一個使用 也一定就是拆封之後一定要立即使用完畢 這樣以保食品的安全 衛生局也提出民眾 食品在拆開後 應該要注意保存條件 需要在有效力氣來吃完 衛生局也提供不用試吃 讓民眾減染食品裡面 甚至有過量的漂白桌 還是豐富桌 中華新聞 呀 西梁 中華彩虹 hides